那么其实纹身很简单 先看结果 想知道无线笔有多强大吗 准备三支纹身针 准备一支无线纹身笔 涂抹转印高 打印好的图案平铺到练习皮上 铺上美容纸巾用手按压 但不能让图案一位 拿开美容巾 再揭开纸 用吹风机吹干 准备一个色料杯 滴入4滴墨再倒满蒸馏水 搅拌均匀后浓度大概是10%左右 用圆三针用10%纯度的墨快速割线 现在图案用钢丝球都擦不掉了 这里建议新手用圆九针重新割线一次 老手忽略 用圆三针把缝隙颜色填上 接下来开始打雾 首先把这个范围看作一个椭圆 我们按照箭头标记做出向心渐变 上旋作为一个渐变 联合下旋组成椭圆 使用潜入潜出手法 可以轻松把雾打均匀 用10%的墨做出来的眼睛非常通透 接下来上彩色部分 先上红色只需要平涂 把颜色填满即可 这边的火焰尾部需要扫出渐变 利用混色原理红加黄等于橙色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金黄色从外向内填色 这样就能轻松得到一个完美的色彩渐变 这部分用土黄色上色 两边都需要打出渐变 接下来上柠檬绿 最后把火焰纹完即可 纹完后装入相框 这肯定是成就感满满的独一无二的装饰品 视频干货较多建议关注收藏后观看 往后由雕层老师陆续更新免费教学视频 再会